一个重要的膝关节减铃计划里面 就是要锻炼肌肉 锻炼肌肉 你看刚刚林主任就是帮助大家的膝关节减铃 这也是一个窍门 那为什么锻炼了肌肉 咱们就可以让膝关节能够延缓它的衰老 能够减少疼痛呢 我可以拿一个道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大家看这是一个模拟下肢 这个地方是松的 这是模拟膝关节 这三根带子我是代表肌肉 关节外面的肌肉 所以这是一个下肢膝关节 这是肌肉 正常状况下 这三个带子系得很扎实 所以它不动 很稳定 平衡的 但是当你的肌肉力量弱的时候 你在活动的时候会摇晃 摇晃你看见这个关节就会晃 还有一种情形 你老在锻炼 比如说我跳广场 我老家锻炼某块肌肉 另外一块肌肉不锻炼 两边肌肉很好 一个肌肉不好也会晃 不平衡也晃 对 所以这个模具 给大家两个结构的提示 一个 肌肉得好 肌肉得练发达了 才能让它活动的时候不晃 第二个 要锻炼一定要均衡锻炼 不能只锻炼某一个动作 要均衡锻炼 否则就是这样的 对 否则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锻炼 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不受到伤害 让它能够使用的时间更长久 我们请出林主任的同事刘强医生 来给大家做介绍 欢迎刘医生 刘医生我们有几个动作 可以帮助大家锻炼 加强我们腿部力量的肌肉 教大家四个动作 这四个动作呢 分别是对我们的膝关节 非常重要的四块肌肉 好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借助椅子 王毅好好学啊 和这个弹力带 这个弹力带呢 它有一定的弹性 也就有一定的阻力 我们待会儿呢 锻炼肌肉就是要对抗这个阻力 好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 先来练大腿前面的肌肉 也就是骨丝头肌 先把这个弹力带呢 套在椅子腿上 然后把脚呢放进来 在前面交叉踩住 交叉 对 把腿放正了 勾脚伸直 对抗这个弹力带的阻力 好 这个就是练习骨丝头肌 也就是大腿前面的肌肉 那王毅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地方最累的 有有有 这个要做到多少个 多少组才能够达到 有效的锻炼股丝头肌的目的 15次一组 每组呢 做三次 两个腿要交替脸 那我们就完整地 做上它八个吧 好 勾脚 要点是 直腿抬平了 非常好 再回来 再来 很好 它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要来控制它 要控制它 很好 好困难 七 你要跟它说 听话 你要强壮 八 要保护我的膝关节 好嘞 可以 做完之后什么感觉 对 王毅 非常的酸 大腿 非常的酸 对 好 这个效果就达到了 对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练小腿后面的肌肉 叫双脚体肿 好 这个不需要用阻力吗 这个时候的阻力 是你自己的体重 慢慢地抬起 抬到顶点 慢慢地放下 不要抬起来 不要这样 这样就不对 这样对膝关节冲击非常大 公园里有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 觉得整个身体就腹躯一震 然后就精神百倍的感觉 不行是不是 所以我们任何运动要讲究控制 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下 匀速来锻炼 所以大家来看 我不仅要控制这个速率 而且还要控制我脚的位置 脚在 不要这样 不能往外 也不要这样 那要在正前方 正前方 膝盖也要冲前 我发现了 刘医生给我们教了这么多动作 他所有的动作就是 你的膝盖和你的脚是垂直的 和地面是垂直的 小林掌握了要点 对 这个要做多少个呢 这个也一样 15次一组 做三组 这个我保持得很稳 非常稳定 那是因为你守护椅子了 那是因为你抓了那种椅子呢 好吗 那我们在家用扶椅子吗 如果要是站着 不是特别稳当的话 一开始练呢 建议扶着椅子来练 来增加你一个平衡 如果呢 慢慢地练的 觉得这个椅子可有可无了 您就可以放开了 第三个动作 把这个弹力带呢 看长度 我们是要把它套在腿上 把这个弹力带呢 套在两个腿上 对 好 两个脚分开 还要分开 对 脚尖放正了 这个时候呢 会发现弹力带要把我们拉进来 对啊 那我们要做的是对抗弹力带 把它拉开 拉到你觉得弹力带压力最大了 这个我们练习的是臀部肌肉 就是臀部肌肉 已经痛了 已经开始痛了 真的 特别明显 这个地方会练进到我们的臀部肌肉吗 会 不是在腿上的使劲吗 并没有 你腿根本帮不上忙 因为已经被捆上了 你就靠后面这个支点 拼命地要跟它对抗 其实 可是我有疑问 我们不是要保护膝关节吗 干嘛要练习臀部的肌肉呢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我刚才讲到 要去臀呢 我们正确地上下楼 对啊 蹲起的姿势 都是要尽量地 让臀部肌肉来发力 借力 借力 让它来发力 能给膝关节减轻重量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 对抗盘力带 两个腿向外 分到你觉得极限 再慢慢地回来 慢慢地回来 对 慢慢地回来 做多少个 15次一组 重复三组 第四个动作呢 还是坐在椅子上 我要把两个腿收起来 抱一下 再放下 这个动作呢 叫坐姿收腿 它练的是腹部肌肉 这练的腹部 跟保护膝关节 有什么关系 离得好像好远的 我站起来给大家演示 大家看 我们在任何运动的时候 都是下肢在活动 这个腿实际上是顶住骨盆的 骨盆相当于地肌 想让地肌稳了 腹部必须要收缩 如果你上边地肌不稳了 腿再这么有力 它上边是晃的 所以关节依然不稳定 好 我们看看这个动作的要点 都是什么 这个动作呢 可以向后轻一点 两个腿同时抬起来 抱一下放下 同时抬起来 这个好 这个不费劲 这个不费劲 对 你不费劲肯定就没做脏位 放下 刘医生是不是应该 某一个地方是要吃力的 腹部吃力 那他说他没费劲 那是直说 你来 我再测试一下 你腹部腹肌有没有收缩 很软 很软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 屁股稍微往前坐一点 好 身体向后仰一点 好 再来抬 对 这样就很费劲了 对 这样你会感到腹部在使劲 做多少个呢 一样 15次一组 做三组 那每组中间呢 大家休息 三到五个深呼吸 接着做第二组 我们推荐呢 大家做所有的动作都是 今天一口气 把四个动作都练完了 明天休息一天 后天休息一天 再练 所以这样的话 一周呢 练习两到三天 中间呢 间隔一到两天 要给肌肉一个恢复的时间 这样长时间坚持下来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膝盖 越来越年轻了 帮您膝盖逆流